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一千到一千五便宜二百 买一千五到两千便宜三百 两千以上呢便宜五百 那我肯定得奔那个便宜大的买两千买两千买点啥呢 其实我早就有目标 因为今年年初四月份发行的那个新推出的苹果的十五寸的笔记本 我就相中了 这个机会终于等到了 这个呢 是我盼望已久的 最新款的十五寸的MacBook MR 各方面我觉得都算是比较满意吧 这是最低配的 就是8G内存256的硬盘 整体来说我觉得因为我家没什么特别的需要 应该算是够了 就是做做视频 整理一下照片 其实我们家大多数电脑都比较老了 都六七年了 就唯一一个新的是苹果的台式机 是有意无意捡视频 它用的还是挺好的 其实我们原来都是Windows的用户 现在呢 逐步往苹果上转 其实苹果已经走下头路了 但是 还是 就是从操作系统和生态系统上还是比较好吧 因为过去咱们都是用Windows 尤其在中国 到这儿呢 逐渐的转变呢 用苹果还是比较得劲儿吧 这是咱俯话的 那下面我就赶紧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啊 这个包装就吃了 这是一个二条件 应该 应该 应该那包装应该得炸 我们在会转 hein 我就在这儿能量 有人打开 饭吗? 这这银子很不适合 别人描述 这银子啊 い不适合 不会性太转称 每个人都挡个手 搞歪了不太灰 粘得挺结实不知道跟哪撕 撕开再说吧 这么紧吗 怎么拍一拍啊 那就不管了 撕了 算得正结实 终于现已了 这盒还真的是很结实 是Costco font 大家看一看 我这是买的灰的 它缺一个颜色 因为那个午夜兰 那个沾手印 其实挺好看的 还有一个是 就是星光色那个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 但是它没有这个颜色 那只有是午夜兰灰色 深灰 我们一商量就买到灰色的吧 就是很传统的 下面呢 它是在这儿开开 这就是笔记本了 看看 苹果去年 就是这种方方整整的 其实我是更喜欢一些 有些那个刀锋式的 我一直不是特别喜欢 M1是那个刀锋式的 M2就是这个形式的 13寸的 我就挺喜欢 但是15寸的 我觉得是更好一点吧 这个起码是从配置上 稍微多了一点 而且呢 好电量 据说呢 还是保持 因为屏幕大了嘛 但是还是保持着的 18小时的待机 实际是相当优秀的了 带了一个 就是两个Type7插口的 这个传统的35瓦的那个充电器 这个也还是挺好的吧 完之后现在改革的呢 就是它这个线不是 是一个磁吸的吗 这个 这就壳就空了 这是直接可以洗 啊 我 在哪呢 在这边呢 那我得打错了 应该是这么看 这就一粘就完事了 下面呢 就是给大家开机看一下 因为这是第一次开机嘛 其实 苹果就是不用管机 开机 你看它就自己开始了 就开始往上装了 其实我看了很多介绍 但是15寸 我就觉得一个是 就是 一个是它还是比较小嘛 比较窈窕的 这是非常薄嘛 虽然是大了一点 但是还是比较方便带的 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 带着那儿马上跑 就是回国呀 或者是以后出去玩 那个带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控制板吧 增加了不少 据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吧 这个官方价格是1730多 Cosco也是这个价 完之后呢 这儿还有 其实也是苹果的东西 对面再这么划的啊 这是苹果的那个 Pro的耳机 耳机 小卡呢 说现在吧 因为住宿舍嘛 就是需要一个耳机 降噪的 玩睡觉能更好一点 那正好我觉得 这个是288 加起来正好超过2000 是2030 真的减 减了500 其实我都不太相信 减了500之后 就是1530 再加上税 咱们税 15 就是1600 多一点 买了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 还是据划算的 这个耳机 加上这个 这就是大概是75折啊 还是相当不错的 整体来说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这个 我先 这个 开机装一下 之后呢 再向大家汇报 今天的开箱呢 就暂时 到这里 两个苹果的东西 非常爽 其实苹果有点过忌了哈 但是 哎呀 无所谓 咱们只是用了 有意无意 电视频什么的用的 还是比较 比较顺手的 其实 都是各有 优缺点嘛 整体来说 还是挺酷的 今天 就简单的 给大家开箱 介绍到这里 之后呢 我装上新笔记本呢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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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